今年度的诺贝尔奖现在只剩下经济学这个项目还没有公布之外 其他都已经揭晓了 不过在注意这个新闻的同时呢 有没有想过这个诺贝尔到底是谁呢 又为何有这样的奖项呢 今天不可不知三件事要告诉你诺贝尔奖的冷知识 好从1901年开始颁发的诺贝尔奖 在每年10月公布得奖名单 那么12月10号就举行了颁奖典礼 光听这个名字就不难猜出 这个学术界最高荣誉的奖项 跟诺贝尔这个人有很大的关系 好他出生在瑞典的诺贝尔呢 是一名科学家 他因为改良了原本不受控的炸药 获得极大的财富 由于他没有结婚生子 再加上他的年纪越来越大 他就在想了 这笔庞大的财产到底要如何处理呢 Dynamite was a revolu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Dynamite was a revolu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lfred Nobel was constantly working He opened more than 100 factories in 20 countries And by the end of his life He held 355 patents in his name In his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He wrote that most of his fortune Was to be used to give out four prices in Sweden In physics, chemistry, medicine, literature And one in Norway The Peace Prize It has often been assumed That Alfred Nobel created the Peace Prize Out of regret But like many others in his time He believed that scientists Were not responsible for how their findings were used Alfred Nobel's testament Wa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the Nobel Peace Prize Since his death The definition of peace itself has changed Still, he had something in common With the Nobel laureates Who came after him Curiosity Creativity And the drive to be useful to others 看来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 是有一定的形象 不过有几位和平奖的被提名人 出乎大家的意料 首先第一位呢 他是美国人 而且他还是一位企业大亨 过去他当过美国总统 也正在进行争取下一届的总统大位 好你猜到了吗 答案就是前美国总统川普 有人会说怎么会 真的吗 是真的啦 川普的客人特质这么强烈 其实我们很难把他跟诺贝尔和平奖 画上等号 真的是这样 但是呢 川普可是被提名过两次哦 提名人会是谁呢 那么就是挪威极右派的国会议员 泰布林基加德 他分别在2018以及2021年都成功提名川普 提名他的原因是川普促进了南韩跟北韩的交流 以及在以色列跟阿联酋的和平协议当中 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那么为了让提名川普更加有说服力 好这一位呢 挪威的议员狂开地图炮 而且还diss其他和平奖的被提名人 同时他也认为川普的贡献比他们还要多 好接着再来看这一位 他是个德国人 多数人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呢 留着一副招牌的小胡子 那么光听这两个关键字 你是不是已经猜到了 答案就是希特勒 1939年瑞典的国会议员柏兰德 他用很讽刺的方式赞扬纳粹德国助长和平的爱 还称希特勒是地球和平王子 认为这种用爱的鼓励 好棒棒的做法 可以阻止希特勒引发更多的战争 但很显然的 多数人并不买单 虽然最后是被撤回提名 但是希特勒身为候选人的记录 永远留存在诺贝尔的档案之中 那么诺贝尔是留下多少遗产啊 到现在已经颁发了123年 为什么会有无限的奖金呢 其实呢 当初成立的基金大约是900万美元左右 可以有这样源源不绝的金流 其实都是靠长期投资所产生的利息 用来支付高额的奖金 由于这个基金每年获利不同 因此颁发的奖金其实也不太一样 曾经曾经因为一度操作不当 瀕临破产 但是大部分的奖金都是随着通膨 奖金越来越高的 那么今年每个奖项就创下了新高记录 奖金大约是1100万瑞典克朗 折合新台币大约是3147万 那么除了拿到高的奖金 还可以拿到一块18K金的诺贝尔奖章 但是这个奖章的价值有机会越飙越高 俄罗斯的记者穆拉托弗 他就把自己的和平奖章给捐出来 他为乌克兰的儿童难民来募款 结果这枚奖章 以折合新台币大约是30亿元的天价拍出 创下诺贝尔奖的拍卖记录了